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讲一下我们客户一个实际需求的范例 就是说华氏摄氏,然后要两个图 那我们看一下再来解释 首先这是一个数据 这是Sensor,这是摄氏的温度 一样摄氏你当然可以变成华氏的 这样,那这一组资料变成卑仁海华氏的 就变75-100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这一个 同样一组资料 左边是摄氏,右边是华氏的 那变有两个轴 那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技巧 那我们从头到尾做一遍 给大家看怎样产生这个图形 首先 这是你的数据 1234567890 也就是这个 1234567890 这个 再过来你的Y轴 这个是摄氏的温度 这个是摄氏的温度 27-41 大概这里27-41 OK 那你要画这一个这样的图 在Sigma Pro一样 你要必产生摄氏跟华氏的资料都有 然后事实上是两个图重叠在一起 那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 那这个 华氏这个资料 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因为有一个公式嘛 这摄氏转华氏的资料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用分析里面的QuickTransform 那你用这一个 这一个公式 就是说我们Column3 Column3这一个 是公式是这样 是从 摄氏的这一个Column2这个 乘以9除以5加34 那你把它Rub 那就会产生这个资料 OK 那你这一个 这一个图呢 我们 从头做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先把它删掉 首先你先产生一个摄氏的图 那我们在这边create 这个 XYPair 我们X就是日期 那这是摄氏的 OK 那这个摄氏的 我们就快速把它写一下 我们用 因为是要做展示 这摄氏的 OK 这个不一样 好 那我们要加一个图形 加一个图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加一个Apple 我们加一个华氏的 Sy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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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X还是这里 但是这边要选华氏的 让看出来 第一个看出来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 会变成共的这一个轴 在左边的Y轴 那这一个 是摄氏 就是华氏 这样不对啊 那我们必须在这边 建一个轴给华氏的 所以我们这边加一个轴 我们是给Plo2 Plo2就是第二个的 所以Next 然后我们是对Y轴 OK 然后我们在右边外 这个是很靠近的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注意 注意一下 非得太 是华氏的 可是还是不对啊 这两个为什么不弄 因为为什么不叠在一起 这两个图为什么不叠在一起 因为 这个70点跟Scale的关系 所以最快最好的方法 我们把这70点都设在相同的 那是最快 那相同怎么看 我们在Data这里面 它最高是27 最低是27 最高是41 那我们只要再改一下 27跟41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再Scale 这边27 这边改成41 OK 好 那这边开始就变成27到41 那这边华氏 这边你也要改 你是80.6到105.8 80.6到105.8 OK 那你这边要改一下 他的Scale 80.6到105.8 80.6 105.8 105.8 OK 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图是都重叠在一起 可是这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 看出来 他是两个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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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Plot 是两个图 Plot 是有两个图 有Plot1 跟Plot2 Plot1跟Plot2 那比如说 怎么去证明 如果你把这个Plot2 有没有 你把它用 用成红色的好了 然后把它 用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是两个 就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 如果改变图形的形式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 我们如果想要 这弄不见也可以 弄不见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 同时 有两个轴 然后 只是因为 单位的变化 单位的变化 那你可以用 这种技巧 那这一个展示 就到这里 截止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